一代喜剧之王周星驰 为什么演完《长江七号》后 就选择推剧幕后不再演戏了呢 看完王金的说法 或许你能明白一点 虽然他本人不再在荧幕上表演 但他却用自己的方式 联合其他演员 给大众带来了一部又一部经典 如在电影《西游小魔》片中 他虽然没有出演任何一个角色 但却处处都有他的影子存在 因为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 从龙炮到主演 几乎都有被他亲自指点过 拍打气时应该用多大的力气 什么角度和表情 他都会给演员示范一遍 然后再跑到监控机器面前观察 一点一点调整到自己心中的完美 相处时间久了 在拍摄过程中 就免不了一些别有用心的演员 为了看他亲自表演而刻意背难他 而最点心的就是舒淇 每次星爷对他指导完后 已经了解了他 为了想看一下星爷的版本 他却故意说不会 急得周星驰只好给他表演一遍 后来苏其他们的故意 你演一次给我看 实在就是想看他演 好笑 而片中荒野四美那个经典镜头 想必还有不少人都记得 起初还以为这些台词 是他们临场发挥出来的 可看完幕后花絮 我才明白 原来这里也少不了周星驰的手笔 影天上映后 不仅观众看的彭富大笑 据文章透露 拍摄时听着周星驰的现场讲戏 以及在其他演员的默契配合下 剧组每天也都充斥着欢笑 每天拍戏 然后听周先生讲戏 然后包括跟对手在一起 像舒小姐啊 像黄先生啊 我们在一起都很愉快 每天拍戏就笑声不断 拍戏就不行 就大家就控制不了 很多时候 相比较而言 周星驰在筹牌美人鱼时 应该是更为辛苦的 因为女主林允是个新人演员 为了能让她更加吃透和理解角色 周星驰经常会先给她示范一遍 然后再让林允自己做一遍 相当于粘贴复制一般 可看完后才发现 周氏喜剧只有在周星驰身上 才是最完美的 其他人演的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而有着高要求的周星驰 除了会抠她的动作外 就连人物表情这一细节也毫不放过 同时邓超在片中跳的那段舞蹈 想必不少人都还记忆犹新吧 其实这段也是周星驰私下手把手交的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片中林子聪饰演的那个维修工 其实本来是周星驰耀眼的角色 据说当时在剧组方文的林子聪 想着周星驰心影很久了 便时常劝说她在片中客串一下 好在电影上映时给观众一个惊喜 或许是嫌对方太啰嗦 周星驰为了将她打发走 一口答应了下来 可谁知在服装做好准备开拍时 周星驰竟突然反悔了 没办法的林子聪 只好穿着不合尺寸的工作服 可穿了一把 电影功夫作为周星驰独立指导并参演的 一部功夫类题材电影 以前上映就斩获了6127万港币的票房 同时还给观众奉上了诸多名场面 可在这些名场面中 斧头帮老大陈阁 在街上拦截冯小高的那段 绝对堪称是一代经典 那你能想到 这魔鬼的步伐是谁想出来的吗 没错就是周星驰 片中最让人想不到的角色 我想应该是赵之灵饰演的娘娘腔了 作为一代红拳大师的他 竟然会愿意挑战这种角色 不得不让人表示佩服 而片中他那种娘气 却不落眼睛大表演方式 也是跟周星驰学来的 看着两个大男人 做着这个动作 实在是有够好笑的 除此之外 周星驰怕是怎么都没想到 教人怎么打架的他 最后竟真的成了受害者 而在电影《新喜剧之王》中 想必是周星驰最新类的时刻 因为演员始终达不到标准 他时常会大发脾气 但放完之后 还是得接着指点他们 可惜的是 最终影片上映 知名度比不上前几步不说 还被不少人吐槽烂片 看完上述这些电影的表演 可以说每个角色都是周星驰 他不是不演戏了 只是换了种方式来陪伴大家